你倆吵架没哭 我哭过 我有一次被他搞哭了 为什么要哭呢爸爸 你知道吗 那个词应该没有跟你们讲过 可以讲吗 就是有一次我们俩吵架 然后 那次的话就是也是为了搞卫生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这里 是在那个以前那个家 因为我就是 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故意把那个 就是我把外面穿着拖鞋穿回家了 然后就开始了纷针 然后吵 那次吵的话就是 他行李箱都已经打包好了 他说他会回音波 其实我在楼道里面偷偷的躲在那边 然后他躲在楼道里 然后我再出去 然后我找得急死了 因为我到楼下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找到他这个人 因为他那天就是 就吃了炸药一样的 就是因为反正就是 因为可能就是我又是违反了规则 就是那个家里面就是搞卫生的规则 就是把外面脱鞋穿回家了 然后他把我给急哭了 然后你知道我在那个楼道里面躲着 就是真的很辛苦 就很热 我拿个行李箱啊 我随便装点东西 我就假装 然后我的朋友 他不是肯定会 我一想到他会给我朋友打电话 然后我就先跟我朋友说 我说我已经在车上了 我要走 我要回音波了 然后我又联系到朋友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会就是找 就是没什么事情 就不会联系他朋友 然后那天就联系他朋友 然后他就以为出什么事了 结果开始 然后我在楼道里一个人蹲那个三十几分钟这样 然后我在 开了把王者 对然后我在楼下找 他在楼道里面打游戏 就这样 然后我打他朋友电话 然后还哭 因为那时候没忍住 你知道吗 我以为干嘛了你知道吗 那个楼道还蛮好做的 对 他就很会 最好我就回去了呀 回去了呀 然后就是 回去了家里底朝天 就是被翻的 各种杂杂剧啊某些人 我杂杂剧你开什么玩笑 就翻 不是杂 对啊 我就把那个沙发 那个 我们沙发有那个套子 我把那个套子翻下来了 翻到下面 然后躺在地上 你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 你看你别 然后他又给我录了个视频 干 干 来吧 反正不想提 因为我们两个一般不会聊这种以前的 你不会聊以前的种 就跟你们说说 我们自己都不会说出来的 反正你们问起来了 就跟你们讲讲 就想到就会讲 想不到 不讲 三岁半 我跟你讲 他现在好多了 闭嘴吧 闭嘴闭嘴 过来 那个时候 是帮他打王者 他那个段位很好打 反正就是那次就是 把我搞得很烦 你现在很烦吗 宝宝 他信他 他也信他 他回来就好了 他可会安慰人 安慰我 不是安慰人 对啊 可我一万下 好了别说了 四野燈牌 四野燈牌 他是王子 我現在才25顆 我是不是鑽石 是鑽石嗎 不是他忘了我發現最近沒幫你打 我都沒打 安慰就是你們想得到的安慰 他都安慰了 就是可愛起來就能把你可愛死 有時候氣起來就能把我 四野燈牌 就是能把我搞瘋 因為我是不會跟他對峙的 兩個人就吵架我是屬於那個 不會對峙的一方 所以他也不想跟我吵